我超怕傻的 我現在都是停著他走還不到一公里 我都覺得太重了吧 所以我覺得此旁邊現在對我來講就是最幸福的生日大城 早安 好的大家早安 這就是沐西蘭的電器 然後今天是第44天在朝聖之路上 那我今天呢 我已經在沐西蘭待兩個晚上了 我今天就要離開回到San Diego 去待兩個晚上 把剩下的事情處理完 我就要正式離開朝聖之路了 然後我現在時間是早上的快要9點 我剛從阿爾貝給Check out 然後現在呢 要先去找我的咖啡跟Tortilla 找完之後呢 我就要去海邊走一走 去拍個照 因為昨天就是跟朋友在一起 我就不想要一直拍照 想要就是 好好的 跟朋友相處 不想要把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 那想說今天呢 還有時間 所以沒關係 就 今天再去 今天再去拍就好了 所以現在就是我的巴士 回San Diego巴士 是中午11點45分的 但是他們都會delay啦 不過 現在有3個小時的時間 喝個咖啡去逛一逛 再回來等巴士 應該差不多 我現在只希望可以 就是給我一點太陽 給我一點太陽就好了 我現在真的太冷了 先來去喝咖啡再說囉 你們看這個風是不是很不受控 然後我現在要去拍照 不知道拍出來會不會像瘋婆子一樣 慢慢的往海邊走去 那邊呢就是有一個 鐘塔 有一個教堂 還有一個 Musha的標示 現在就要去那邊拍照 拍個狗 然後再回San Diego 好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走到 風真的太大了 我現在就是要走到 Musha的至高年 來看一下海裡的這個小村莊 我手機都快拿不穩 風真的太大了 這是台風等級的風 我看的時候 看我叫路人貌拍照 那一次還長得超級 我等一下下去的時候要再請來 別人的貌拍 這邊 好 好的 這就是整個Musha的小漁村了 很可愛 一欄之一 然後呢 這一邊 那邊就是剛剛拍照的指標 然後 這邊就是一整片海 我抽到沙漁大了 沙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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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在Santiago幾天都可以 然後你可以走到世界盡頭之後再回來 把它拿回來 然後因為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拿到 要不然六日就郵局都沒開 我星期日就要離開Santiago 所以好險一切都很順利 然後我的巴士也就是沒有訂到太晚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寄包裹的問題的話 要注意到就是假日跟果定假日的問題 好現在出發去拿第二個包裹了 好的 第二樣東西也拿到了 超級無敵重的是我的筆電 原本超級擔心的 因為就很怕東西會被寄丟啊 或者是語言溝通不良啊 或者是他們會不會喬大要我多付錢啊 但是都沒有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就確認完護照之後就把東西給我了 然後我現在就覺得 我當初怎麼會想要帶著筆電走路啊 我現在光是停著它走還不到一公里 我都覺得太重了吧 好現在一切都順順利利 然後天氣也是好的一夜幸運 然後明天呢就是隧道自然行迎接我的生日 雖然只有一個人但是沒關係 我現在已經很習慣一個人 所以明天可能去拿個明信片 然後還要買一些伴手禮 然後再去郵聚寄回台灣 嗯 可能就這樣子 你們看我的r bag也已經滿了 好險我已經有先預訂了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好的 昨天抵達San Diego之後 就不斷的跟朋友hang out 所以就沒有拍很多影片 然後呢 現在朋友真的真的真的都回家了 所以 我 要去把剩下還沒有處理完的事情處理完 把還沒有PO完的文PO完 要去買紀念品 要去買一些衣服 去超市補一些劑 等等再回來拍兩支影片 還有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剛剛就是有幾個video call 等等晚一點還有 所以 也是挺忙的 你們看得到嗎 這個就是San Diego的大教堂 哇 天氣超級好的 最喜歡大太陽 心情就會莫名的蠻好的 好的 我現在去ZARA買了一堆衣服 然後這裡面呢 就都是紀念品 超級物體重的 但是呢我還沒買完 我現在要去韓國超市買我想要吃的泡麵 我今天晚上真的前幾天酒喝太多 所以我想要喝一點熱熱的湯 我不太喜歡他們超市賣的麵 我覺得很普通 所以我想要去買韓國的泡麵 帶阿伯給煮來吃 這是我的晚餐 康師傅香菇燉雞麵 然後再煮熱水 看起來像很可憐 但我今天真的超級無敵想喝熱湯 然後想吃一點亞洲的東西 但是呢我又不想要等到亞洲餐廳開 然後花可能20歐之類的 再去一個人慢慢吃 可能要吃到10點 他們可能8點半才開 然後我可能就是吃完也要10點了 我真的是有太多事情想要做 所以我覺得吃泡麵現在對我來講 就是最幸福的生日大餐 這邊就是阿爾伯給的小小的supermarket 可以吃早餐 可以買一些小東西 這邊就是滿滿滿滿的座位區 可以坐在這裡吃晚餐 然後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他們都很愛吃很晚 耶 我和我的泡麵 超開心 期待希望好吃 再看我的小的小小 會吃早餐 在晚上的小小小 也會說在晚上的小小小 這裡叫從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 就真的有什麼小小小小 可以打開 啟動 然後可以用小小小小小小 但他們召自好小小小小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